哈喽大家好,我是And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种方式 通过这样一个用最简单的办法 在安卓手机上安装这个谷歌Play的一个应用 让你可以这个随心随意的下载一些海外的一些这个应用 OK,之前的话呢,我有给大家介绍过啊 这样一个用这个GBOX来下载这个谷歌应用的一种方法啊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简单,也是非常简单啊 但是呢,有很多小伙伴,那有可能怎么样呢 这个手机型号的问题,或者它的安卓版本的问题 或者这个这样那样的问题啊 有可能怎么样会安装不成功啊 有可能安装不成功,那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两种非常简单的办法 在安卓手机上安装这个谷歌Play的应用 OK,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OK,第一种办法 我们首先打开这样一个加速器 OK,我们连上这个绝点以后呢 我们打开手机上的这个浏览器啊 打开这个浏览器 打开以后的话呢 直接在浏览器上面搜索 OK,直接在浏览器里面搜索这个GSpace 搜索完成以后来在这边直接可以点击下载 啊,点击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必须要,必须要先开这个科学上网的环境的 OK,那第二种办法 我们把这个科学上网的环境啊,都给它关掉 OK,都给它关掉 关掉这种办法呢 其实比较简单的啊 这种办法其实比较简单的 我们首先,我这个手机啊 先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这个手机是这个荣耀的啊 荣耀的,大家看一下我的一个系统配置啊 大家看一下 安卓版本是11的啊 11的 OK,是荣耀创网的一个版本 OK,我们打开这样一个啊 应用市场 OK,打开应用市场以后呢 我们点我的 我们点我的这个地方啊 然后朝下拉 拉到这样一个设置 设置这个地方呢再朝下拉 这边有一个国家和地区 OK,大家看到国家和地区啊 我们首先把国家和地区做一个更改 做一个更改 OK,这一边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啊 很多国家和地区 那么我们其实改到非 大陆给中国区就可以了 打比方这个 目前我已经改到加拿大了啊 那你们可以改其他国家也可以 那其他国家也可以 那打比方这个墨西哥啊等等 这些国家都可以啊 我在这边就不掩饰了 你改的时候呢 他会让你这个输入 你这个应用市场的一个账号 跟密码验证一下 验证完就通过了 OK,那这边改了以后啊 因为我已经改过了 所以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这边改过以后呢 那就直接在这个内容搜索这个地方呢 直接搜索啊,直接搜索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改完以后这很多很多的 这个这个 呃 海外的一些应用啊 这边其实都有了啊 那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 其实很多的了 OK 我们直接在搜索栏这个地方搜索啊 搜索这个GSpace OK 搜索完以后就是这一个啊 8.5兆 然后4000多万次的安装 就是这样一个GSpace 我们直接点安装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下载跟安装呢 都是不需要科学上网环境的啊 他就直接可以下载和安装的 非常的方便 OK 下载完成以后 我们回到桌面 那大家看到啊 就是这样一个啊 就是这样一个GSpace OK 那我们点开他 点开他这一边来讲的话呢啊 就是务必神圣阅读什么什么东西的啊 OK 我们点同意 这肯定要同意的 不同意是不行的啊 那么这一边的话 访问设备上这些文件什么 我们暂时给他都允许一下啊 允许一下啊 然后到这个界面 他说使用GSpace GSpace需要下载必要支援包 那我们继续啊 点继续 让他下载一下 他下载速度还是很快的啊 大概十几秒钟就可以下载完成 取决于你网络的速度 那么这一步呢 就跟你在谷歌浏览器里面下载GSpace GSpace安装完以后打开 它其实是同一个界面啊 是同一个步骤 所以我在这边就演示一遍 他只是通过两个渠道来下载这个东西 OK下载完成以后这边需要什么权限 OK我们就来开启一下啊 开启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点这个允许安装应用的权限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再返回 OK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啊 这里已经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个 谷歌里面的一些 一些这个APP啊 一些APP已经有很多的了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必要权限未开启 OK 我们点开一下看看他需要什么东西啊 需要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极高运用运行和新消息通知的稳定性 这个电池优化权限的这个一定要开启的 一定要开启 不开启的话呢 有可能这个电池为了省电了 把这样一个给它屏蔽掉了 或者说给它怎么样的啊 很麻烦的 所以说呢 我们把它这个地方给它打开一下啊 这个地方点允许 OK 这里显示你开启 OK 那这些权限打开以后的话呢 想要这个安装这样一些东西啊 必须也是一样的 要给它创造一个呢 科学上网的环境啊 OK 我们还是打开这样一个VPN OK 我们点击启动一下 OK 启动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界面啊 再回到这个界面 OK 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安装一个YouTube 那我们就点击一下YouTube OK 现在它显示正在加载这个G store OK 这样就跳转到这样一个Google Play的一个界面啊 那我们这个地方点登陆 OK 这里显示正在核对信息 OK 到这个界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登陆一下我们的谷歌账号啊 登陆一下我们谷歌账号 OK 我们下一步 OK 这边要输入密码啊 输入密码 它自动的已经这个漏屏的话自动黑屏了啊 OK 我们下一步 好的 这个地方呢是基本上是是已经登陆了啊 到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已经登陆了 这个地方他说这个什么要添加电话号码什么东西的吗 OK我们跳过吧 我们跳过 OK 这边是必须是我同意的啊 点我同意 OK正在获取这个账号信息 无法登陆 与谷歌服务器通信时出现问题 请稍后重视 我们重新再试一次啊 OK我们成功的 登陆了这个谷歌play啊 那这边刚才我是想下载这个youtube 那我们现在就点击安装 OK他总共是43兆啊 43兆 那么下载的速度取决于你网络的快慢 OK这个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以后的话呢 这个youtube的图标右上角的这一个 火苗啊火苗的标示已经没有了 那表示他已经安装成功了 那并且的话呢我们这个长按这个图标来讲的话 还可以创建快捷方式 OK我们启用一下他创建快捷方式的一个 那我们开通他创建桌面快捷方式的一个权限啊 我们点允许 OK OK允许完了我们再来那创建快捷方式 OK我们点右下角这个地方添加 好的 那大家看到啊这个地方已经添加了啊 那这个就是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了 那用这个gspace装的这个APP的软件来讲的话呢 它的右下角都有一个这个gspace的一个图标啊 都有一个图标 OK 那用这种方法呢 我们还可以下载一些其他的啊 打比方这个gmail OK 我们点这个升级 到这个界面 我们点这个安装 OK 这个gmail总共是31.62兆 发载还是蛮快的 OK 这个也是安装完成了 安装完成 同样的啊 安装完成 那我们给他也是一样的啊 给他创建一个快捷方式 OK 大家看到啊 这里也是有一个快捷方式 这个就是刚刚安装的对不对 OK我们试一下下载的软件可不可以用啊 我们打开这个youtube看一下 OK啊 顺利打开没问题 顺利打开没问题 OK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视频看一下啊 OK 这播放非常流畅啊 非常流畅 我们给他快进一下 那快进的话 没有一点压力啊 没有一点压力 OK 表示这个是使用是没问题的啊 没问题的 OK 我们回到他的主页 那有些小伙伴也比较尖了 他有看到说这个啊 这里面好像就这么多啊 就这么多 那要下载其他的呢 好像就没有啊 好像就没有啊 好像就没有 那没有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样能打开这个 打开这样一个的啊 谷歌play去下载其他的东西呢 对不对 OK 那现在方法有几个啊 第一个 第一个大家看到啊 这个我们随便点开一个啊 打比方youtube 然后我们点开升级 那点升级的话呢 他来到这个界面了 大家看到上面就是谷歌play啊 这个地方就是谷歌play 那我们现在点这个搜索 点这个搜索 那他就可以在谷歌普内里面搜索其他应用 OK 打比方我们收这个去没有呢 在这边一收呢 他就他就出来了啊 因为我刚才已经安装过了 就不安装了 OK呢 还有另外一种办法 那同样是在这个界面啊 同样是在这个界面 我们点这个返回按钮啊 这个返回按钮 不能点手机上的这个返回按钮啊 好要点这个界面上的 要点这个界面上的返回按钮 OK我们点一下 好的 现在就是来到谷歌play的一个手页了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很多的一个软件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同样的啊 在这个地方搜 那大比方我们搜一个这个呃 Chrome浏览器 OK 那一搜就收到了啊 收到了 因为这个我之前已经通过其他途径安装过了啊 所以说他这边是启用啊 是启用不是安装 假设没安装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安装 那你直接点击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那在下面包括这个谷歌啊 都是有的啊 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这个下面你你拉下来的话 这很多这个 这个包括谷歌地图什么都有的啊 这个就是谷歌play的一个使用方式啊 很容易的就把它调出来了 啊 很容易就把它调出来了 在这个界面没有的这个应用呢 然后调出那个谷歌普利以后 在那上面都可以搜索啊 所有的谷歌普利利用在那上面都可以搜索 包括海外的一些这个热门的一些应用啊 OK 今天的话呢 就是通过一个gspace的一个简单安装啊 然后啊 他自带这个谷歌框架 当然的话呢 可能啊 有部分的型号的手机还是不能使用啊 还是不能使用 没有关系 我这几天会陆续的出一些其他版本的一个安装方式啊 请大家关注 OK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